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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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在军政厅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一下 晚上你就一个人去好好玩吧 那我票都买好了 怎么办啊 我们改天再约吧 愣着干什么 开始吧 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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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佐 立刻回堂厅里 告诉监听室的同事 帮我监听叶冲 是 很可怕 找我出去 叶冲 放我出去 你自己的心情 我三人都知这事 我三人都知了 傍聴的内容 絶继续在外面 要漏洛 知道了 是 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些 同志的具体消息 但他们里面 有人做过联络员 对我们的工作方式 也很熟悉 即使出了事 他们不知道 这些同志的具体信息 我们也不会暴露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一切 目前还只是猜测 你先等等我的消息吧 少爷 休息吧 老温 我现在心里不踏实 想去找香江同志 再商量一下 少爷 黄先生已经说过 这件事他来处理 我们就要耐心等待 他这么做 也是用心良苦 我们要相信他 我不是不相信他 可是他一个人要去通知 那么多通知 我担心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现在事情还没有眉目 我们不能慌 别忘了黄先生 对我们说过什么 我担心他会暴露 没什么事 我会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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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efully 我会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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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都是常用的了 我其实呢 是在报纸的广告栏里面 发布悬人启示 咱们的同志每天都有 看报纸的习惯 只要看到我发的悬人启示 他们会在自己相对应的范围之内 寻找信息 如果是安全的休眠者 接不到信息 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有危险的同志 会在第一时间撤离 那你发布的这些消息 不会暴露自己吗 应该不会 其实我发的悬人启示的名字 都是假的 而且内容都是家国秘的 日本人应该不会察觉 即便他察觉了 没有密码本 也没有办法破译的 还是小心微妙吧 日本人现在把调查区扩大到两个街区 看来他们这次想咬死咱们 其实 比这更严重的局面 并不是没有遇到过 但是我相信 咱们一定有办法克服 希望吧 嗯 想想等着 不管怎么样 咱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如果过了今天 还没有任何消息的话 按照咱们之前说的 你必须撤离 好 小哥 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那我要先听听 到底是什么忙 公本苍野这个人 你应该不陌生 他最近总是找我的麻烦 甚至在我的家里 安装了启听器 需要我做什么 帮我监视公本的一举一动 我不太方便出面 没想到你们这些日本军人 还搞内斗啊 现在 就看小哥 愿不愿意帮我了 我帮你 我帮你 帮你 现在 我们是已经 我们在里面的 我帮你 好不好 你帮我 你帮我 帮你 什么 他是 不是 不… 乾肥桜 何をそんなに悲しんでるんだ? 職場の人が悪く中4です きっと君の容姿が美しすぎるから嫉妬してるんだよ 容姿さん、今日は十分早いですね 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書類や資料が多すぎる、めんどくさいよ なら、私が手伝います 何が必要な書類や資料があるなら見つけてきますよ 本当か? うん では以前、宮本が風陽を尋問した時の引きと録音が欲しいんだが 探してきてくれるか? はい、すぐにお持ちし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